朋友们好,我是Code的爸爸,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89米高的雕塑作品,这是我家乡最高的雕塑,而它本来也不是雕塑,它是长洲的星际之门,紫金公园,时来运转摩天轮。 它从2009到2013历史五年建造,落成时惊艳的造型打动了无数长洲人,可惜安全验收无法通过,最终变成了一件1.5亿元的雕塑作品。 不过,无论人们怎么批判谩骂,只要来到紫金公园,它就是你举起手机的第一动力。 有人说,它通不过安全验收是因为倾斜,这是个误解,其实它是造型引起的视觉差,今天我们就来简单制作这个模型。 实来运转摩天轮,首先画圆,按下方向键左键,锁定绿色坐标轴,画一个直径50米的圆。 接着用路径偏移工具,偏移4米,画一个内圆,接下来把内圆沿外轴拷费出来,间距也是4米。 缩放这个圆,键入0.888,让这个圆顶部与内圆顶部在Z轴上对齐。 通过Fredio 6插件集中的曲线放样工具,生成连接面,然后给它做个对称。 继续用曲线放样连接两个大圆。 所有图形统一炸开后,做成群组。 鼠标选取到内圆下方的端点,拷贝至圆点,向上升起4米。 放置剖切面,右键点击从剖面创建组。 剖切线条和圆环体块统一炸开,扇出底部。 直来运转,基本成型了,看上去倾斜,实际上它直挺挺的呢。 虽然它不能转,但是我们还是很喜欢它。 摩天轮遍地都是,但星际之门只有一个,就在长洲。 好了,今天就到这里,感谢观看,再见。